那時候都是睡在公司 就是很容易打發啦 我覺得有一個沙發我就可以睡了 我沒有考上大學 我還是有工作 我覺得這是讓我 那時候有一個動力就覺得 一定要把歌寫好 不要辜負 你知道有時候我媽很期待 我可以考上大學 因為我好像是 有去讀那個什麼補習班的 第一次沒考上 第二次也沒考上 算了 我不是一個讀書的了 但在音樂方面 我自己很有自信 當時唱片公司簽約的八個人 相繼陣亡 最後熬出頭的 只剩下周杰倫和方文山 他是屬於那種天才型的作曲者 那我是那種用功型的作曲者 因為我會去收集資料 我會去觀察 會去參考 然後可是他就很隨性 他可能就有靈感 然後門關起來 就可能幾個小時內 就把東西完成 因為很多人寫的歌曲 很容易就被退稿 那時候是 跟他寫的歌 诶 中 就中 然後 我的歌如果沒有他的歌詞 嗯 不會中 他的 然後他的詞不是我的曲子 也沒有 就是我們兩個要一起 诶 別人會用 我覺得好像變成一個品牌 一個感覺 一個默契 兩個默默無名的小子 因緣際會藏進了這個圈子 一切從零開始 一個譜曲 一個填詞 儘管相差十歲 個性互異 但第一次合作就很對味 也建立起身後的革命情感 方文山自己騎摩托車送 送demo 送我們錄的demo 說 誒 要不要用 要不要用 然後我們就在公司等 等到電話打了 然後 多開心 就去通話街 好好大吃一頓 跟方文山啊 穿著拖鞋 短褲啊 然後就在那邊 吃 鐵板燒什麼的 然後撈金魚啊 什麼什麼 那邊玩 我覺得那個記憶真的很酷 現在經過通話街就覺得 很想 很想下去 再看一下 但是 不知道怎麼下去 為大排歌手作駕的日子裡 杰倫也玩票性的自己錄唱 一首可愛女人 讓曾經演示歌手的楊俊榮 聽到了流行歌曲 久違的生命力 聽了四分多鐘 聽完以後 這歌你唱的啊 對啊 你寫的啊 對 我寫的 那個和聲是誰寫的 因為和聲很漂亮 那個和聲 我聽到那個 音樂的生命力 所以我寫的 誰唱的 我唱的 誰編的 我編的 哦 等我一下 哈哈 我就 那就跑進去 哎 宗憲 這一咖 你擺了一年多啊 從歌手成功轉型為 唱片專業經理人的 楊俊榮 就此一把 將杰倫推上歌壇 排除多餘的包裝 和刻意的塑造 他選擇 真實呈現周杰倫 當時我還記得說 我我我們的宣傳的同事說 龍哥 他這個父母離婚耶 我們要我們要怎麼跟記者講啊 然後他考大學也沒考上 我們怎麼跟記者去講這些事情 當時我說 通通把他一翻兩瞪眼攤在桌上 這個就是他最好的本錢 做藝人是一個造神運動嘛 我故意讓大家了解到說 他 大學沒考上 父母也離異 但是他做好一件事情 音樂 從幕後走到幕前 首張專輯一推出 就在流行音樂市場造成風潮 還奪下金曲獎最佳流行專輯大獎 音樂讓杰倫找回了自信 也找到了未來的方向 以前是對自己是 歌聲啊什麼 並不是很有志情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從來沒想過 那時候我的打算就是把 之前沒有被用的歌 重新證明一下自己 沒有被用的歌我自己還是覺得很屌 就重新唱 所以很多的歌曲其實是寫給別人 在第一章 對 之後平均一年一張專輯 連一年登上銷售冠軍 專輯銷售累積超過兩千萬張 堪稱台灣唱片業的經濟奇蹟 像很多的音樂你看看 你會覺得很方文山的味道 歌詞 很周九人的唱腔 很什麼的 我覺得做到這樣就已經成功了 因為你已經把非主流變主流了 他真的很拼命 他對於他 他的 他要呈現給別人的東西 因為他很愛面子嘛 所以他很介意的 他每一分每一離都很介意的 他絕對不是差不多先生 他是差一點差很多先生 他每一個小點他都要斤斤計較 在他的音樂上面 他很他很絕對 有別於一般偶像歌手 結論一開始就走自己的路 他的曲風多元 題材創新 他用音樂變魔術 穿越時空 跨越時代 是我的他 我的風格就是沒有風格 我覺得 就是 多元化 就是 應該說什麼樣的歌都能寫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屌的事情 你可以寫江蕙的《露虎聲》 那你又可以寫 千里之外 中國風的 咬字清楚的《菊花台》 然後你又可以唱《雙節棍》 很多種類的 搖滾的 甜蜜的 悲傷的 各種情緒都有 逢刺狗仔的 寫孝順的 講不完啦 我覺得 很多種菜色 其實 我是 貪心的藝術家 不容水面財 沉興隱憂在 要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 你要到 年紀比較長的 都聽你的歌 你要找一個人跟你合作 夢醒來 是誰在窗台 把結局開放 那包容成你的未來 情不及誰 可能一開始比較熱鬧 那年齡層會有點受限 可是當你那種抒情歌 尤其是有點 文化內涵的 所謂中國風的歌出來 那聆聽的年齡層其實會擴大 這首歌呢 呃 是 講一些忠耀 因為我覺得忠耀沒有人寫過 我覺得蠻屌的 然後請方文山呢 想一些忠耀的名字 把它串起來 那忠耀的嘻哈 那其實有點諷刺一些那種 忠耀媚外的人 特有的台式饒舌 融入濃濃的復古情懷 原來流行曲可以這樣玩 這樣唱 這種東西新舊的一直組合 這種特殊的聽覺視覺感受 流行音樂前所未見 它是一塊海人 它西方音樂 R&B 什麼東方音樂 它融 它聽的東西 然後到處看以後 它融進去以後 它不只是海綿 它繳繳繳 變成它自己一個形狀的東西出現 隨時無心插柳 卻不知不覺 唱出了一個時代的聲音 不少杰倫的歌 入選為兩岸教材和考題 甚且還成了論文題目 你不刻意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你就有影響力了 而不是嘴巴說我要什麼使命感 就像有一次我去新加坡 然後那邊的那種青少年就跟我講 他們是因為聽了想要聽懂我們的歌詞 而去學中文 每回有了新作品 杰倫都不忘寫下心中的感謝 親筆簽名送給老師 從小看著杰倫長大 看著母子情深一路走來 一首聽媽媽的話 最讓老師感受猶身 通常這二十幾歲的孩子 尤其是男孩子 媽媽的話 她早就不當一回事了 她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這個時候她居然會